近日来 许多旅美华人因受新型冠状病毒传染信息的影响 反应过激 出门纷纷戴上口罩 因此惊吓到了当地的美国人 也让商家的口罩被抢勾一空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月3日确认 2019-2020流感剂 也就是去年的9月至今年1月底 美国1900万人感染流感 至少1万人死亡 包括68名儿童 预计流感剂将持续至5月 而2月将是高峰期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预测 此次流感剂将是10年来美国最严重的流感剂之一 应对流感和新型冠状病毒 著名物理学家、中医博士班导师卢瑟显博士 研发出经络水保健喷雾器 能够取代口罩的功能 并且可以随身携带或安置在家中或办公室 在出门获取人员密集的地方 喷洗到面部五官 保持鼻腔和喉咙的湿润 更有防护的作用 那么喷在喉咙 病毒去了就杀死掉 杀死的原因是强的很强的电肠 我们这个是完全是理论上来说的 我们以后也会做出来 我们能看到这个高的电肠那把湿菌杀死掉 我们是在原子显明镜下能看到 湿菌给很强的电肠会爆炸出来的 我们这个都能看得到 以后呢 做病毒也应该这样做 但是我们人已经试过了 卢隋显博士所领导的 非盈利量子健康生命科研中心 五年前就不予于利得在社区中 大力推广治胃病的理念 以高分贝率无痛无害 利得结果的红外检测 为数以千计的民众提供免费检测 如果用我们进入水的这个喷雾器 来做这个防御的过程会很有效的 所以然后大概落了 最近也想到就是说 希望有感冒的人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可以给他做个免费的检查 那么进入水可以很快的帮助他的问题 不会发展到会员的这样的严重的情况 量子健康生命科研中心 拥有两个高科技量子健康产品 与传统中医疗法有两点吻合之处 一是红外检测能直接看到 肺经也就是呼吸系统开始发炎 二是经络水可以一起解决很多人的健康问题 由于是采用高科技无害无副作用的量子物理方法 依据严格的科学根据 卢瑞显博士认为 也能用于现在人们最担心的 冠状病毒的传染检测康复 因为我们是物理的反应 是完全是靠很强的电厂 因为我们市场更强的多 所以效果会更快更明显 华夏电台记者亚凯迪亚市采访报道